下面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小伙子 有一次他无聊的时候就玩手机摇一摇 这让他摇到一个美女 至少他以为是美女 他也以为就此邂逅美丽的爱情 但是他没有想到 他辛辛苦苦攒下的七万块钱 最后被一个同性恋给骗了 那么目前这个犯罪嫌疑人 已经被虚与检方批捕 今年27岁的陈福建 是严城滨海人 长得十分帅气 2012年8月的一天 陈福建无意中使用手机微信摇一摇功能时 一个名叫陈兴杰的美丽女孩出现在微信中 这让他心头一动 上午的时候 然后摇一摇 然后摇到她 然后她加我微信的 加我微信 然后聊了聊 就跟她聊上来 不过陈福建哪里知道 这个陈兴杰根本不是美女 也是一个帅气的男人 真名叫李玉刚 是洪泽县人 当时在虚仪打工 微信中的美女图片 只是她找人聊天的一个幌子 简单的几句沟通 陈福建对李玉刚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之后 他们每天通过微信 相互关心问候 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仅仅仅三四天 双方已经无话不谈了 原来李玉刚是一名同性恋者 为了寻找爱情 他就在网上女伴男装 此次为了和陈福建一见 他特意购买了一部魔音手机 把通话声音设置成甜美女声 骗取对方的信任 8月20日下午 陈福建如约来到虚仪 李玉刚心里震震激动 面对陈福建的回答 李玉刚有些失望 不过人既然一到 他还是大胆的在一家饭店见面了 打电话都是女的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 就是这个男的 他看到我的时候 他带着一下 说那你是 然后 我说当时的话 我就张客接受的 因为他就说 你是从福建 然后他说 你怎么知道 你还是是陈云天的朋友 还是大弟弟 当时就是感觉 相当话 不好在这些事情下去 所以说 随着他的意思 总和 我是陈云天的弟弟 来不及解释 李玉刚只能编出一个 弟弟 唐色陈福建 点了菜 然后他就问 他说 大家叫你 我叫你结果 我说我抱着 我说 姐跟我说 他说 他这个年年要不活 为你不活 为你哪里特别走 他说 你姐 公共要求 不能答应 这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李玉刚觉得 陈福建 是个忠厚老师之人 他留陈福建 在宾馆住下 然后慢慢地试探对方 我说 我都可以亲你吗 他过来要亲我 然后我没给他亲 我当时还感觉到 奇怪 我就把他推过去 对于这个弟弟的异常行为 陈福建疑惑重重 第二天上午便回了严城 并在网上向陈欣杰 讲述这个情况 并告诫他 劝导弟弟 不要误入歧途 一听此话 李玉刚就知道 他不可能和陈福建好了 既然抓不住爱情 还不如放手捞钱 回去以后你们还正常的聊天吗 正常联系的 他就说 跟我借钱开店什么之类的 就跟我借钱 然后给他两万块钱 当时也没感觉到我自己被骗 跟他聊得挺 聊得来的 然后他跟我借钱 就借了 就这样 李玉刚在网上不停的 以结婚订婚等各种理由 向陈福建大肆索要钱物 那也前后编曲了 编造了 自己要买金项链 自己的父亲生病了 还包括 自己要开这个服装店 自己身体不好 要营养品等等理由 一共骗去了这么多钱 诈骗了几次 诈骗前后一共有五次 就是被害人一共上他 汇钱汇了五次 累计的金额是 七万一千四百块钱 2013年3月 陈福建经过多次调查 发现情况不对 立即报警 2013年6月 李玉刚在虚仪 被警方抓获 目前已经被虚仪县 人民检察院批捕